最近不管是亞洲或者是歐洲 都到這個中國 很多的元首到中國大陸 我們先看這個法國馬克宏 這個中共算是一個高調 高規格的階段 大概兩個因素 第一個經濟因素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一個經濟因素 一個民航機大家很記住 經濟因素 因為法國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大概是互為第六大貿易 但是問題是法國一直是逆差 赤字大概一年有400多億美元赤字 因為它讓大陸買太多的產品了 家電 核能用品 還有這種電腦的用品 那這樣的話變成 法國一直在入超 那入超狀況之下 現在想要平衡 希望中國大陸都買一些東西 所以是經濟考量 那我們看 他真的買空八 160架 最重要我們看買150架是A320 大取200 是這個樣子 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的航空市場的需求 非常的暢旺 中國大陸總共29家的航空公司 包含貨機貨運的 那這樣總共的基數 總共是4050架 那麼大的機隊 但是它要推陳出新 一架的民航機 大概使用的是20年 20年就要換掉 從這個載客的客機變成貨機 然後就淘汰掉 再用貨機上到連線就要淘汰 那每一年平均需求是要200架 所以這訂單需求是一直來的 一直來 因為每一年推陳租金 而且它現在 不是光推陳租金200架 它還要擴張機隊 這29家有很多都要擴張機隊 有股票上市公司 還有中外核資的 也包含它自己的 中國大陸獨資的 那這樣那麼大的機隊 中國大陸現在推出來的是什麼 是7919 7919大概160個座艙 160個位置 但是它如果沒有經濟艙的話 就190位 它7919 但是它的連產量非常低 現在剛開始初級 初級的產量 一年大概只有10架 等到2025年之後 一年才50架 一年50架要哪夠 那一年需求是要200架 當然不夠 那像法國 所以像法國買最大訂單 剛好也可以平衡 中國大陸跟法國的貿易順差 你賺法國太多錢了 現在法國它逆差那麼嚴重 希望中國大陸向法國 多買一些它的 這個空中巴士的飛機 所以變成這樣 變成轉單過去 那對法國來講 這個當然那麼好的訂單 當然何樂而不為 但是還有一個 就是空中巴士 它願意把技術 轉移給中國大陸 是這個原因 美國的博英它不要 這是它的智慧產產 它只有小量的 可能做做機翼 或者做的控制器 這個我們講的伺服器 你可以 它關鍵的 它不給中國大陸 但是它可以 它在天津給你開生產線 我再給你加開生產線 那將來的時候 不是C919 將來C929就出來了 是 可以合作 就更出來 C919是單走道 將來的時候是雙走道 就變廣體了 那就更大了 那是在國際航線 我剛才講的是 C919是區域航線 它如果從中國大陸 飛到美國 沒辦法 因為它的油量不夠 它飛到5000公里 沒有了 那要飛到美國 那有一萬公里的 那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它就把這個技術轉移 即轉給中國大陸 變成中國大陸將來 在919的這個現在的基礎之上 將來做929 現在這樣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是因為兩彈一新 發展火箭 發展核彈 而對航空上是步調比較慢 所以你看它飛機後來才出來 遷积機後來才出來 這運輸機後來才出來 而且現在已經出來了 但是緩不及及啊 航空市場的需求量非常的大 很簡單 這個時候再兩個選一個 到底要選波音還選空中巴士 中國大陸選 我要選空中巴士 那波音的波音账 這個我們只要訂單就不見了 最大的訂單 我們台灣總共才200多架的機隊 如果連小型的飛機 像那個小型航空 就是飛這個離島的 你如果算進去就300架 中國大陸4,050架 畢竟它的位大 它的位大量大 它今天一轉單過去 我們就呼風喚雨了 一買不是買50架30架 一買我就跟你訂160架 因為一買買訂292架 我就瞎訂單 對那個空中巴士來算的話 哇這也不得了了 我這樣子的話 我這10年的單都OK 你這樣子用的話 因為不是光是買飛機 因為後續的零件 飛機總要去換 它這個有的時候 它的發動機 還有它飛超系統 甚至它的起落架 它有連線 它的時間一到 終點數一到就要換掉 那這換掉的話 你要乘以2.5 雖然是買一架 但是經過20年 你的成本價是2.5倍 所以後續還有很多生意可以做 後續源源不斷 但是它又可以 那可以我將來也跟你技術轉移 以後有些零件 組件還有系統件 不用在我法國生產 是 沒領財吶 天津的我法國有駐廠的代表 還有它整個的生產線 你說他們生產就可以了 這樣子你就技術轉移 將來的話它就可以 做新式的從919再度提升 這更棒了 它整個的這個市場就大了 所以他們看得很遠 他們看得遠 而且我們知道 有時候這個經濟力量 經濟力量是重要的國力 因為軍事也要錢嘛 那就經濟 那經濟力量帶動了政治 也帶動了軍事 所以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是馬克宏 到大陸變高級的 馬克宏可能 我認為馬克宏這個 可能也沒想到 沒有想到是這個樣子 規格高到這樣子 高級的一個代表 他這個 對他對他來講 他會很驚訝 很差異 怎麼會這麼高調 他在法國國內 還有人抗議丟他雞蛋 現在變成這樣 就是說將來法國 會在這個美中之間 他會抽離美國 慢慢導向 當然因為法國 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你這個還是會員國之一 但是他問你 他的自主性跟他的獨立性 還有他政策的這個 走中間路線 就會越來越明顯 而不是一向導向 美國這一方面 所以你看 因為經濟的關係 他也做政治上的修正 那在這一方面 換句話 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 還滿滿活躍的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從裡面 找到一些梗 或找到一些貓膩 我們要怎麼樣去切入 為中華民國來努力 我認為有的時候我們要去想 這個當然有這個利基 有這個切入點 也值得我們學習 這都是這樣子 連兩岸也是競爭 兩岸希望多交流 多互動 能夠和平 但是也要競爭 你要自己要爭氣 我們不爭氣 那將來的時候人家 我們拿什麼跟人家去談 拿什麼跟人家互動 拿什麼再提升自己的自尊心 自信心 這個也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我們不能只要看人家 在那邊吃 在那邊喝 我們自己要努力 要併壓齊驅 要迎頭趕上 不能望其向背 你要這個樣子才是 才是有本事 的確 就從川普時代開始 美國陸續開始暴力式的 然後鋪天蓋地的打壓中國大陸 打到現在 歐洲也醒了 尤其是我們剛剛從 空八的訂單就看出來了 為什麼波音沒有單呢 中國大陸也會很害怕 你時不時就來說我的抖音怎麼了 說我的微信怎麼了 就跟間諜有關 我買你的飛機 到時候你又不知道 給我扣什麼名堂了 如果跟你下單了飛機 你不給我 最後不賣給我怎麼辦呢 又隨便拿一個國安的理由 拿一個間諜理由 來卡我脖子怎麼辦呢 那這樣好了 法國也有飛機 全世界也不是只有 你美國有客機 那我就買空八 我就不買你波音 所以全世界都在覺醒 好來接下來下一張 歡迎我們的粉絲們 你們幫我們訂閱了嗎 幫我們按讚了嗎 有我們的好朋友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支持我們的全球大勢 也跟前進戰略高低 歡迎大家動動手指 完全免費 你幫我們按個讚好嗎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 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呢 完全免費 但是給我們最給力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來看 為什麼俄烏戰爭 就是沒有辦法落幕呢 因為美國的錢錢又來了 好方便